这个坚强的孩子真是让人心疼 就读高雄十全国小四年级的郑潔心 从小父母离异 他跟外增族父母住在市场摊位上方 一间只有1.5平大的木造小阁楼里 他六岁开始洗衣煮饭 天天帮阿奏打胰岛素 在市场帮忙卖鸡 半夜还牵着阿奏爬下陡峭的铁梯 走三分钟路去上公厕 但他从不喊苦 成绩还年年名列前茅 每天得上上下下 这个陡峭的铁梯好几次 这个没有住址 只有市场编号的地方 就是十岁女童郑潔心的家 想到只有1.5平的家 天花板都塌了 潔心跟外增族父母 三个人就挤在这张床上 屋子里没有厕所 当然也没有书桌 潔心就窝在床边写功课 他从6岁开始洗衣煮饭 天天到市场上卖鸡 帮有糖尿病的阿奏打胰岛素 半夜无论多冷多累 只要阿奏要上厕所 他都会跳起来 牵着老人家穿越去黑的市场长廊 走三分钟的路到公厕 在市场上卖鸡肉 一个月只能赚三四千元 还不够负这个1.5平大的破屋的租金 潔心和阿奏靠着社负津贴和奖学金撑下去 但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 潔心在学校当班长都考第一名 还获选为自强儿童 这个坚强懂事的小女孩说 她最大的心愿是 阿奏怎样 记者郑怡轩 王玉成 高雄报道